桃園楊梅區欣欣街一處民宅 從外觀看沒有異狀 但裡頭發生命案 而且還是確診者互看 派出所29號貨報 晚上11點多有男女吵架 疑似是酒後糾紛 到場發現是越南籍夫妻 倒握血泊 消防隊將人送醫後 妻子宣告傷重不治 丈夫則是治療中 警方說在現場找到一把帶血水果刀 初步判定是犯案凶器 進一步查證 這對夫妻都確診 目前應該是居家隔離期間 兩名越南籍男女倒握血泊中 經消防隊將兩人送醫 女子因傷重宣告不治 而男子則由同仁介護就醫 同仁在房間內床上 發現一把帶血水果刀 全案上代男子喪失穩定後 進一步釐清 最好解男子在警方介護下就醫治療 是不是因為隔離間迎酒吵架 導致肢體衝突 要等男子到案說明才能確定 詳細事情始末 要等作筆錄才能得知 民宅傳出命案 嚇壞附近鄰居 TVBS新聞 林志偉桃園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